号称四驱最牛的奥迪Q8 路虎揽胜 多功能推土机 奥迪Q7 这四辆车的四驱到底谁更牛 我感觉大部分人都会选推土机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辆拥有Quattro四驱的奥迪Q8 奥迪Q8搭载了一个3.0T的V6涡轮增压发动机 可以迸发出340马力 500牛米 虽然说Q8的底盘不是很高 但凭借着四个轮子超有力的爆发 整辆车看起来就像是在地面上滑行 感觉换一个越野胎 Q8的实际表现应该会更上一层楼 最终Q8非常从容地开过了这条烂泥路 成功上岸 随后我们来看路虎揽胜的表现如何 好巧不巧的是 在Q8开完后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轮到路虎时整个泥地都充满了水 这是让比赛难度直线上升啊 路虎搭载了一个5.0T的V8机械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565匹 峰值扭矩700牛米 当看到车主摇上车窗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它要发力了 开启全地形路面反馈功能 开启之后 就算是新手也能轻松应对这种路面 700牛米的扭矩看起来很大 但这样的路面更加看重轮胎跟四驱 不得不说 这个水滑喷溅出来时的速度非常快 可见路虎的动力有充足 整条路都充满了水 本就让湿滑的路面增加了许多阻力 最后路虎为了展示它的脱困能力 不惜冒着现车的风险 把车停下来重新起步 毕竟这种地方 停下来轮胎就很容易陷进去 没点三脚猫工作还睁开不出来 看完路虎的这个表现 你觉得它超越奥迪G8没有 最终路虎也非常轻松的挑战成功 第三辆是奥迪Q7 Q7也不赖 它搭载了一个3.0T的V6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340匹 峰值扭矩500牛米 并且底盘看着要比Q8高不少 从Q7的实际表现来看 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也太好了吧 基本上没有从打滑上丧失太多的动力 看起来是目前最轻松的一辆车 第四辆是一辆推土机 感觉这个轮子 可以拖着前面三辆车一起通过 前轮小后轮大的结构 可以让前面减小阻力 虽然说都是四驱 但这辆推土机的驱动 还是主要靠后轮的 毕竟后面 它还装着一个挖掘机挖斗 这也是为了配重 如果让你参加这个越野比赛 你会选择哪辆车进行越野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